摩洛哥北部林夫山脉三角下的七福销安镇 是约1492年时 西班牙人缩赴伊比利半岛后 被逐出的犹太教徒及伊斯兰教徒 返回非洲北部所建立的小镇 相隔500年后于1920年 西班牙人首次进入七福销安 惊奇的发现 当地还使用西班牙早已失传的语言 并完整地保存了安达路西亚的建筑风格 居民认为守护神寺象征大海与天空的蓝色 不但圣洁更能镇静心灵 所以将外墙涂成蓝色成为居民共识 无形中也将信仰融入了生活 所以七福销安就成了俗称的蓝色山城 让我们来听听从山城清真寺传来的伊斯兰祷告声 阿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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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阿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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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 中文字幕——YK